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老师 那么今天呢 我们开始讲第一讲 那么第一讲的题目呢 叫做黄觉姿 禁烟奏书的再评价问题 那么黄觉姿以及他所上的奏折 就是严禁鸦片的奏折 那么在鸦片战争史 甚至是整个中国近代史当中 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也就是说 人们在谈论或者介绍鸦片战争的时候 都不能够不谈到黄觉姿以及他的严禁鸦片的这个奏折 那么对于黄觉姿有关严禁鸦片这个奏折 我们国家的史学界已经有了很多非常详细的论述 那么对黄觉姿呢 那么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那么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在这个方面 那么还有一些意犹未尽的缺憾 那么也就是说呢 还需要进一步的来讨论 那么下面呢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准备分几个问题来谈 那么首先呢 来讲一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题目是 黄觉姿严禁鸦片主张的提出 黄觉姿严禁鸦片主张的提出 那么从清代的雍正朝开始 那么雍正朝呢 应该是从1723年到1735年 从清代的雍正朝开始 那么是鸦片泛滥 那么这样呢 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问题 那么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清王朝呢 颁布了第一个禁言令 就是禁止人们吸食鸦片 那么从此以后 鸦片呢 一直被清政府所禁绝 那么但是实际上 这个效果并不太明显 那么到了1836年6月 清王朝的太常四卿 叫做徐乃记 那么这个太常四卿呢 他是主管清廷一些宗庙祭祀的这么一个官员 那么大概是一个正三品的一个官员 应该算是清政府的一个比较高级的官员 那么太常四卿 徐乃记 向道光皇帝就上了一个奏折 这个奏折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做鸦片烟力尽欲延 流鼻欲大 应激情变通伴礼折 那么上了这么一个奏折 那么同时呢 还有一个附件 那么徐乃记在这个奏折当中 就公开的要求改变秦王朝 实行了一百多年的这种禁止贩卖鸦片 禁止吸食鸦片的这种传统政策 那么可以说呢 是首次提出了要持进鸦片的这么一种主张 那么徐乃记所提出来的持进主张的啊 主要内容是以下这么三点 那么第一点就是允许外国鸦片 以要材的名义 向清政府的这个海关呢 纳税之后啊 合法的输入到中国来 那么徐乃记认为这样做啊 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呢 就是可以为清政府增加他的财政收入 那么这是他提出来的持进主张的第一点 那么他提出来的持进主张的第二点 就是只允许中国人以货易货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中国人只能够用某些货物啊 去换购外国的鸦片 而不能够用白银来去购买 那么他认为这样做啊 就可以避免大量的白银外流 那么这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持进主张的第二点 那么他提出来持进主张的第三点内容 就是他认为啊 中国内地自种的这个鸦片毒性比较小 因此他是提出来应该允许中国内地自己种植鸦片 他说这样做既可以抵制外国的鸦片 那么又可以减少这个鸦片烟这个毒 这个烟毒对于人们这种身体的这种伤害 那么提出这么一种持进的主张 那么徐乃继的这个主张刚一提出 那么很快就遭到了礼部侍郎诸尊 礼部侍郎呢 就相当于现在我们的大概是一个负责礼仪的 这么一个部的一个副部长 侍郎是相当于副部长 遭到了礼部侍郎诸尊 兵和几十中许求 江南道御史袁玉林等人 遭到了他们的一个激烈的批评 遭到了他们的反对 那么1838年6月 红禄四清黄绝兹 就是我们这次课 我们这次课要讲的一个主要人物 黄绝兹 那么他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十分著名的奏折 这个奏折的名字叫 请严塞漏之 以赔国本折 上了这么一个奏折 那么黄绝兹在这个奏折当中就指出来 说以前清政府致力于讲求禁烟 那么清政府所采用的禁烟的办法 那么大概只有四种 哪四种呢 他做了一个列举 他说第一 就是严查各个海口 杜绝外国鸦片的走私输入之路 就是杜绝海口 不让这个外国鸦片的输入到中国来 他说这是第一种办法 他说第二种办法 就是清政府恢复以前这种闭关自首的这么一种政策 禁止中外的通商贸易 以便拔除其遗害之本源 就是中国实行闭关自首 禁止中外贸易了 那么这样外国的鸦片烟就不会输入到中国来 这是他讲 这个清政府采取的第二个经验办法 那么第三个办法 他讲 说可以采取呢 查拿中国的内地兴犯之人 就是查进中国内地有些人去贩卖鸦片 严查并且取缔 在各地开设的鸦片烟馆 以厄其流 就是遏制鸦片烟 这个流行 这个资漫的这么一个支流 以厄其流 那么第四个方法 就是有些人提出来 开中国 种植英素 这个禁力 以资产的这个鸦片烟 来抵制外国的鸦片 就是刚才前面我们所讲的 就是徐乃继 提出来的这种持进的主张 那么黄金兹认为 说以前清政府 所实行的这四种的禁烟的办法 效果都不理想 都不可行 那么为什么呢 他认为 说清政府 以前屡次 禁绝鸦片 鸦片始终不能够禁绝 为什么呢 他这样讲 他说 时未知其所以禁也 时未知其所以禁也 那么也就是说 清朝君臣 始终没有能够洞悉 鸦片在中国泛滥的 根本正解所在 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 那么因此 清朝君臣 也就不可能找到 借除鸦片的 这种有效的办法 那么他提出来 他说 如果就白银的大量外流 犯烟者胜 吸食者重 这样一个因果关系而言 说中国的耗银之多 由于犯烟之胜 犯烟之胜 由于食烟之重 那么因此呢 黄俊兹就提出来 应该以重至吸食者 作为突破口 提出了这么一种严禁的主张 那么黄俊兹提出来的 这个严禁的主要内容 是这样 就是呢 由皇帝来严降御旨 布告成乡 以一年为期 凡是超过这个时期 而不能够禁绝鸦片的人 结罪以死论 以着说呢 普通的平民百姓 要杀头 要处死 那么对于政府的官吏 吸食鸦片的人 要最佳一等 怎么办呢 就是说吸食鸦片的官吏 本人要处死 他的子女 不得参加清政府的科举考试 加重惩处 那么按照黄俊兹的 这一个想法 或者一个推断 他认为啊 临行之惨疾 更苦于断饮之苟延 什么意思呢 那么他这段话的意思 就是说 禁绝鸦片 对于吸食鸦片的人来说 虽然很难受 也很痛苦 那么但是这些人呢 更贪生怕死 因此 只要清政府下令 进行严禁 那么原来吸食鸦片的人 到时候 自然的就会 为行感德 革面喜心 就会自觉的来寄出鸦片 那么为了能够 切实的监督所有的吸食者 黄金斯 还主张实行 五家联保制度 五家联保 五家联座 那么也就是说呢 让相邻的五个家庭 要互相监督 发现有吸食鸦片的人 要进行告发 检举告发的有讲 包庇的要治罪 那么黄金斯认为 在采取了上述措施之后 那么就没有人 在吸食鸦片了 那么他讲 他说 无吸食自无兴犯 就是没有吸食鸦片的人 就没有人去卖鸦片 无兴犯 则外移之烟 自不来矣 那么这样呢 中国既可以 漏之可塞 白银不在外流 银价不至在昂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中国采取了 这么一种吸食鸦措施之后 就可以堵塞白银 外流的这种漏洞 那么使中国的 银贵前进现象 得到环境 或者得到治理 那么黄金斯的 这一严禁的主张 受到了我们 国家史学界的一致称赞 很少看到有人呢 对黄金斯的主张 提出异议 更没有人对他提出批评 那么这种观点 应该说是正确的 为什么呢 那么这是因为啊 黄金斯 他是一反清政府 这个官僚 拖沓阴寻的这种官场激席 那么摆脱了 儒家的那种 讲求宽人 讲求德政的 这种传统观念的诉讼 那么第一次公开的明确提出来 以此来论处 吸食者的 这么一种严禁的主张 那么黄金斯的这种主张 毫无疑问 应该说呢 是代表了中华民族 和中国的国家的根本利益 那么对于清统治集团 和中国社会 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那么黄金斯 这个严禁主张的这种影响 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 黄金斯提出来 治乱事要用重点 这种精神 还有他提出来的 预期不能寄出鸦片的人 要以此论处 这种主张 那么使得当时的 一些爱国人士 就是以鸦片的泛滥 并国害民为优的 这些爱国人士 得到了这些人的 这种称赞 人们纷纷地称赞 黄金斯的这个奏书 是中研党论 字字军官国际民生 激昂慷慨 军众时宜 那么不禁为黄金斯 这个禁言主张 而判案交绝 那么同时 也引起了清朝统治集团的 特别是清政府 最高统治集团的 思想上的一个很大震动 你比方讲 胡广总督林则徐 那么他就认为 说当这个鸦片流毒 已经极其严重的情况之下 绝不是能够采取 一般的长法所能防 那么要想 力挽颓波 飞檐灭迹 那么林则徐讲的 什么意思呢 那么林则徐就是说 他认为也必须要采用 严刑的 俊法 来彻底的禁决鸦片 黄金斯 以此论处 吸食鸦片之人的这种主张 甚至使得天子动容 渤海震慑 就使得道光皇帝 都感到很震动 那么曾经使得道光皇帝 对于清王朝坚持了 数百年之久的 这种源流监制 以断决鸦片来源为主的 这种禁言方针 一度产生了动摇 那么因此道光皇帝 就颁发了一个上誉 命令各个省的总督 巡抚 以及圣经 吉林 黑龙江 就是现在的东三省 那么这个地区的 这些将军 驻防将军们 就黄军兹的奏书 特别是他提出来的严禁主张 要各书己见 妥卑章诚俱奏 那么这就充分的表现出了 一部分清政府的官吏 以继国 京市为己任的 这种政治报复 和刑其无形 辟以止辟的 这种忧国除弊的情怀 什么叫刑其无形 辟以止辟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采用刑罚 正是为了以后不用刑罚 那么现在对某些少数人进行严惩 就是为了警戒他人 教育他人 避免以后有更多的人会受到刑罚的这种处罚 那么这是黄军兹严禁主张的第一个巨大的影响 黄军兹提出来的严禁主张的第二个影响 是他推动了全国的不少地区 展开了颇具声势的 以众志吸食者为中心的这么一种禁烟运动 那么在这个全国的禁烟过程当中 以林泽徐来督治的湖广地区 成效最为显著 那么这个湖广地区呢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湖南省和湖北省 这么两个省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林泽徐在湖广地区 严禁鸦片 不但是呢 开设鸦片烟馆的这些烟饭子 文风远窜 即使是那些吸食鸦片的人 一孔性命莫保 相帅改徒 那么林泽徐在这个武汉地区 武汉地区 就收缴了鸦片烟 鸦片烟土 一万多两 收缴了鸦片烟枪 一千余杆 那么这样呢 就拯救了一批啊 吸食鸦片的这些受害者 使这些原来吸食鸦片的人 颜面发胖 筋力隔墙 就使他们身体啊 逐渐地恢复了 慢慢地胖起来了 那么黄军兹 提出来的严禁主张的 这个第三个影响 就是以黄军兹的奏书 和道光皇帝 命令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妥意俱奏的这个上誉为契机 引发了清王朝内部 关于如何禁烟的一个大讨论 就是他们要讨论 怎么样禁烟 那么并且在 大讨论这个基础之上 颁定 颜禁 亚片烟条例 这个 这个 条例呢 是在1839年6月颁布的 就是说 林子徐到广州 进烟以后 来颁布的 那么这个条例 对于 接运 亚片 贩卖 亚片 开设 亚片 烟馆 是吧 种植 亚片 吸食 亚片的人 怎么样处理 都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 一个严格的 惩处的一个规定 那么这个条例就规定 凡是开设 亚片 咬口 勾结外国人 买卖亚片 烟土 走私入口 囤积货物 发卖 就是像这些人 手饭 泥 斩立绝 手饭 就是要立即杀头 那么在海口的清军 他的官员也好 兵丁也好 如果接受贿赂 故意放纵 亚片走私 那么不论你得赃多少 得了多少 这个贿赂 一概呢 你 脚立绝 就是立即执行脚刑 那么凡是属于私自开设烟馆 引诱一些良家的子弟 到这个烟馆里面去吸吸鸦片的人 手饭 你脚立绝 那么凡是种植鸦片 制造鸦片 或者贩卖鸦片 达到五百两的 那么或者呢 是多次贩卖鸦片 手饭 你脚尖后 手饭你脚尖后 那么脚尖后呢 就是判处脚刑 可以呢 缓期执行 那么凡是吸食鸦片的人 如果在一年半内 还没有能够戒除 无论是官员 还是军队的将领 士兵 或者还是一般的老百姓 一概你脚尖后 那么这个条例 应该说呢 至少是在形式上 表明了朝廷上下 大小群臣 对于严禁鸦片的政策 以及他的具体办法 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取得了一个一致意见 那么同时 黄金斯的这一个严禁主张 也直接促使道国皇帝 下决心派林泽徐到广州去 查尽鸦片 他的目的就是以清必源 那么由此 在中国掀起了一个 全国性的禁言高潮 禁言高潮 那么就拉开了中国人民 反对外国侵略的 这个斗争的序幕 那么这是我们对于黄金斯 这个禁言奏书啊 他的正面意义啊 给予充分的肯定 那么但是有一点 如果我们就清政府 以后的禁言的实际情况来看 无论是道光皇帝 还是林泽徐 并没有像黄金斯所主张的那样 把禁言的重点 放在众志吸食者的恶流方面 而是放在了 断绝鸦片来源的 这个方面 那么应该说 道光皇帝 最晚在1831年 就曾经明确的指出 他指出什么呢 他说鸦片烟 虽然大多来自于外洋 但实际上呢 都是屯居于广东 如果不杜绝鸦片的来源 则是呢 不揣本而其末 不揣本而其末 也就是说 以本末倒置了 那么他认为 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 尽管中国内地 可以严定章程 但是呢 于事揪无比异 那么因此 当时的道光皇帝啊 在1831年呢 就曾经命令 当时的梁光总督 叫做李鸿斌 勿将来源杜绝 以静根珠 那么这个1836年 黄秋思 对清王朝的这个 禁烟方针 提出批评以后 那么道光皇帝 虽然一度有所动摇 那么但是呢 在各个省的总督 巡抚将军 有关禁烟章程的大讨论之后 那么道光皇帝 很快又重新确定了 以断绝鸦片来源 为首误的 这样一个禁烟方针 那么在清定 严禁鸦片烟条例当中 就明确指出来 说鸦片泛滥 海泛咬口 实为祸首罪魁 实为祸首罪魁 必应一律从严 分别论死 方足以破坚图之胆 而招情法之平 那他说 只有这样 才能够 其远可塞 其流自清 那么这是道光皇帝 当时的一个看 那么林泽许 虽然以前 也曾经极力的称赞 黄军兹的 这个重置吸食者的主张 说他是审实事 而全所重 对黄军兹进行了肯定 但是没有过多久 林泽许本人 也修正了自己的 这么一种认识 那么林泽许在 1839年初 奉命出京 到广州查办 这个鸦片 那么在这个时候 林泽许就明确的表示 自己将尽全力 来尽除鸦片烟的来源 为中原处死俱患 把本塞缘 那么林泽许 到达广州之后 那么一方面 就劝当地的这个烟民 要戒烟 要成脚 鸦片烟土 鸦片烟具 那么同时 另外一方面呢 又向外国的 鸦片烟贩子 发出了一个预贴 那么这个预贴呢 就是命令 这个外国 鸦片烟贩子 把鸦片烟 要成脚上来 并且要出具干节 那么所谓出具干节呢 就是说 外国人 要写一个保证书 自愿写一个 自愿的保证书 保证以后 不再向中国输入 或者贩卖鸦片 那么林泽许 当时就非常坚定的表示 他说呢 鸦片一日未绝 本大臣一日不回 事与此事相始终 那么清政府 之所以要对黄绝兹的 这个禁言主张 进行重要的修正 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当时很多的 清政府的官员 你比方讲 地方的总督啊 巡抚啊 将军啊 对黄绝兹的 这个以死来重置 吸食者的主张 提出了一些批评 提出一些补充意见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我国史学界啊 大多认为 这是清政府内部的 一部分官员 为了个人的一些私利 无视国家和民族利益 那么或者呢 是由于某些人 他们腐败无能 因此对黄绝兹的 这个禁言主张 提出了一种反对意见 那么他们认为这些人 是一些和许乃记一样的 目的很卑劣的一些迟禁派 把他们称的叫迟禁派 那么我个人认为 对于持有意义的 上述的清政府的官员 不能够一概加以否定 而应该呢 采取客观分析的态度 对于他们的意见 他们的主张 应该给予比较的重视 因为什么呢 因为黄绝兹这个禁言主张当中 他的某些内容 的确存在着比较严重的 不足 我们下期见